巴西市的C90运输机首次来到新加坡三家航展 而它最大的特色是驾驶舱上面的售油管能够接受空中加油 而它自己是可以外挂夹舱提供其他战机加油 而这是它的标配 TPPS采访团队直及新加坡航展外型霸气的C390运输机 首度接近拍摄采访目前已有各国订单 其中韩国更已成为首个下单的亚洲国家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影片充分展现出此机性能 临近国家已开始采购我国服役已久的C13栋也被提出讨论 外观上最简单差别C13栋是四具螺旋桨 C390则是两具喷射引擎 载重部分C390比C13栋大了些 速度快约300公里 航程更是多将近一倍 这个航程可能比C13栋大三分之二到一倍以上 那考虑到就是如果我们纯粹只是国内的运输 你有台湾这个从南到北其实不是那么远 那这个大概这个C13栋大概都可以涵盖 美系C13栋H 后行维修与我配合许久 螺旋桨比喷射省油 CP值当然比较高 但后续仍得面临年限升级问题 航展中发现加拿大这家公司的背板 印有我P3C和C13栋的图片 机委国徽清清楚楚 原来是协助台湾升级厂商 虽然我国以非官方身份参与 但仍以另种模式巧妙出现在新国航展 特别军委红富豪刘婷 西大坡参谋报道 西大坡航展上各国空军大秀特系表演 也成了各型的训练机另类的争奇动演 对头二人近日最不陌生的南韩黑鹰特级小组帅气登场 以空中为画布T50沟叫机画出南韩国旗中的太极图 喷出的三色彩烟让现场目不转睛 于是同时同样是南韩研制的KT-1B 印尼空军特级小组驾驶登场 很考验飞行员默契 印尼军方很俏皮空中画出大爱心 另外澳洲旗下的PEC-21教练机编队飞行超整齐 但别以为只有定义机能大放光彩 旋翼机同样大秀花式表演 印度的北极新直升机来去自如超轻松 另头上用客机也在航展上秀肌肉 空中发式大秀极限飞行要展示就算是客机也没问题 因为后进来自中国大陆的C919 国际处女秀新加坡登场 虽然是保守飞行但自家人先相挺 新加坡航空昨日宣布买40架C919 新加坡航展上户边描头台面下订单气势也要摆出来 第一个新闻 红福华乐听听 新加坡报道 中共在新加坡航展的户外展区 只有这一架五直石ME也是他首次到国外来展演 而我们的国防部2022年5月就曾揭露 直石曾经穿越台海中线扰台 号称中共版阿帕奇还摆出包括天燕石空对空飞弹 CM502KG空对地飞弹 五直石判抢下更多国际订单 而说到共军扰台的机型场内有这些模型 口型500 直酒运酒的模型 一字排开20系列的运20和歼20 还有被预测可能上福建号航舰的 攻击11无人机等模型摆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有非常多的一些 所谓的simulation的系统或模拟飞行 飞行员训练学校 那我个人会研判现在的一个中国 它会走的一个方向就是希望从硬体软体 人员培训一条龙的方式 只是大陆厂商看到台湾媒体不愿多谈 例如这一家航天时代飞鹏研发出的 说能垂直起降的无人机FP981C 直接上弦关切记者是否为台湾媒体后 一度试图阻挡拍摄 地点不在珠海在新加坡航展 只是学者也观察对岸厂商 此次采取这策略 因为就无人机来说 重点是所谓的UAS系统这一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一次 除了这一些大型的军火商之外 也有很多是系统商 甚至是一些感测的一些仪器的厂商 都有过来 不过面对对岸无人机产业的蓬勃发展 台湾厂商强调不对称作战路线 例如这一家企业 展出的无人机侦测和干扰系统 其实我国军在金门营区已经建制 航展的目的自然是凭销售 军工产业竞争上演矛盾大对决 新加坡航展亮点之一 就是美国展馆开幕 美军派出空军高层 实际要跟各国就零件采购等事项讨论 提及跟东南亚伙伴人合作 印太地区的责任问题 则交给美国驻新加坡代表 持续在新加坡航展秀 鸡肉美军搬来五种军机 从H-64E 阿帕契 黑系135空中加油机 时不时会寻意台海的P-8A 那我后方呢 这就是F-35A的战机 它最大特色呢 自然就是可以执行短场起降 那F-35B呢 也是它同一类型的 则是可以执行垂直行起降 2020的航展呢 其实当时C-17也是有出现在新加坡 它对于当然美具在运输上面呢 提供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新闻航展恢复往年规模 15个国家设展馆 包括瑞士 德国 韩国 中国 大陆 而在加拿大展馆的厂商也另类看到中华民国国徽 我P-3C和C-13栋被印在这家加拿大公司的背板上 据悉他们已经协助台湾升级我C-13栋的虹桥之作 台湾只能看到长龙航泰等企业 社展汉翔 媒社摊位 但董作胡开宏率团复兴谈合作 台湾以非官方身份穿梭新国航展 TVB的新闻洪富华刘婷婷新加坡报道 人agers 亚洲最大的西加坡航展19日晚间开幕 最关心的议题是国际局势如何冲击供应链 过时2000 因为疫情影响缩小规模 2024年强势回归举办 新加坡自然期盼能拉拢航太产业生意 多国巨方人士穿着军装与会出席 除了关注印太局势 客机市场倒是先成了厮杀战场 中国大陆官媒央视连日放送自治客机C919 在新加坡航展开幕前试飞飞行表演画面 这一架东航C919周五晚间从上海起飞 参加它的国际首秀 经过近六个小时的直飞航程约4200公里 抵达新加坡 中国大陆表示今年将在国际上推广该飞机 并寻求欧盟航空安全局认证 在其他两大巨头空中巴士和波音 面临延迟交货的窘禁 中方全力要抢下国际订单 除了方表示 今年参展的国家级展馆高达了15个国家 包括首次参展的中国大陆以及捷克 而我方基于低调原则 今年派出了代表为国防部副部长徐元璞 接下几天的动向也备受我们的关注 以上是TVBS记者洪布华刘体廷发自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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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